嗨,我是NB大熊MatchBear 現在呢我在百貨公司裡面 因為我要來領一下最近訂的一件衣服 然後晚一點呢 我要去領一下小幫手他送給我的生日禮物 那晚一點再拍給大家看我的生日禮物會是什麼東西囉 這一件呢是日本魂商呢 在在2000年到2018年之間的假面騎士 就是所謂的平成假面時期 現在已經今年2019換了一個新年號 叫做令和 那這一件呢是 平成的所有假面騎士的衣服 這件算是台灣應該比較好俗稱為玉袍的衣服 而且它上面很酷喔 有StoLive 還有一些Vilto Kiva 然後還有像這一次的 Zio也在上面 所有假面騎士都在上面 還有Forze 它這裡還有Kiva 然後還有凱無 跟這個是Decay 然後還有Forze Builder 還有Double 所有的假面騎士都在上面 而且還有一些經典的場景啊 以及他們的標誌啊 全部都在上面 這一件還蠻酷的 而且它這一件啊 是只有在日本的魂商店 才有限定販售的喔 應該算全球嗎 全球 因為只有日本魂商販售 那我現在還沒賣完 這件有點貴 我是找代購帶回來的 就是我常在買模型的一件代購 帶回來的 這一件代購回來的三千多塊 恩... 材質嗎 應該說它這個亮亮的部分還不錯 就是亮亮的 然後有點斷面 可是其實它主要的材質呢 是 尼龍的 尼龍的話就 保養上啊 透風上啊 都比較 沒那麼好 恩... 可是如果是當成一個 偶爾出門穿著 很誇張的外P的話 是還不錯的 我那天有 披著它去逛了一下 好事多 Costco 就很多人 住了很奇怪的 眼神過來 不過我去玩 我去了一間 卡牌店呢 因為 卡牌店還是有很多 假命騎士的粉絲 大家都很興奮 大家都互相搶了一下 這一件 拿去穿 拿去玩了一下 我覺得這一件如果 真的對假命騎士 平成啊 有愛的 可以買回來收藏 或者是炫耀一番 那平成所有的假命騎士 都有在上面 平成真的還蠻多 假命騎士還蠻帥的 還蠻值得收的 恩... 其實 魂商上面還有很多 假命騎士的衣服 只是說我目前看到就是 比較想買的是這一件 因為這一件 非常的有紀念價值 平成已經結束了嘛 代表說 平成就不會再有 新的假命騎士出現 那買了這一件 等於是你一次就擁有了 所有的假命騎士 都可以穿在身上 很帥 如果喜歡假命騎士的人 可以考慮買這一件 恩... 不過缺點是像我講的就是 他是尼龍 所以他的透氣性 比較沒那麼好 然後要洗的話呢 也可能就是... 圓蓬頭 沖一沖啊 然後用手稍微... 搓揉一下 而且他不能夠完全的 直燥太陽 只能夠... 算... 陰桿 他這一件只能夠陰桿 這件非常的慘 像我183公分啊 穿起來... 就大概是在我的... 小腿肚這裡 那我肚子露出來 大概會是在我的小腿肚這裡 其實還蠻長的 因為我身高算是比較高的嘛 這件很繽紛 整體感非常的繽紛 非常的好看 穿在身上有一種 混搭的感覺 就是... 所有假命騎士的圖片啊 圖案啊 全部都混搭在身上的感覺 如果拿來當成一個 時尚的配件或穿搭的話 還蠻不錯的 今天呢 就是... 主要就是介紹這一件 我原本... 前兩天可能就會發影片 可是... 拍完片頭之後呢 我就把它不小心塞到... 洗衣機 然後後來就想起來 啊不行他不用洗衣機醒 然後他拿起來 自己手洗了一遍以後拿去塞 所以... 等他硬乾了之後呢 今天才有時間來拍一下 這一件呢 算是我的生日禮物 是... 花我自己的錢 可是是小幫手答應我訂的 呵呵呵 因為我要訂東西 要經過他的同意才能訂 所以今天生日禮物我覺得超值得的 畢竟... 平成已經結束了 兩千年到2018 那讓我們繼續期待 時亡今年播完以後呢 明年的假命騎士會是什麼吧 希望令和的... 2019的第一個假命騎士 可以讓我們很值得期待喔 我是NP大小 Muchbear 我今天的開箱就到這邊囉 有喜歡的話請幫我訂閱 按讚以及分享喔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